現在市面上充斥了真真假假的包包 手上的這個包包 很多年前我朋友送的 妳看不出來嗎 我看不出來 妳可以幫我證明一下 可是這樣我就知道它是假的 什麼 歡迎收看完美研究室 大家好 我是小柯 現在購買名牌 精品的管道非常的多 妳可以在雙櫃購買啊 或者是請有信用的代購購買 甚至妳可以在網路上下單 但是妳怎麼知道 妳買的這個包包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像我手上的這一咖 是多年前朋友送我的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它的真假 今天我就在東區找了一家 二手精品的收購店 我相信他們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真假 今天我就要來好好的學習 各位玩友們 你們對於二手精品包包 有很多的疑問的話 歡迎大家在我們的底下留言 也希望大家幫我們多多分享 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進去 Ana妳好 哈囉 妳好妳好 我跟妳說我今天有一個任務 現在市面上呢 充斥了真真假假的包包 然後呢我手上的這一個包包 就是很多年前我朋友送我的 到了現在 妳看不出來嗎 我看不出來 妳可以幫我 可是這樣我就知道那是假的耶 蛤 什麼 但是 不用嗎 它太假了 妳還是妳聞到味道 沒有 它顏色就已經 白癡了 顏色 Ana妳可以拿一個就是正的 來比較看看嗎 好 假的 夢夢啊 對啊 對啊 就默默有在旁邊 蛤 對啊 是不是 它超多的 妳就 給鏡頭看一下 我以為這個是限定色 妳知道很多的包包都有限定色 對啊 沒有 全部的圓花PVC都應該是一樣的色澤 除非妳說真的年代久遠 那它這邊會稍微變得有點綠綠的感覺 但是基本上這個的色澤應該比較一樣 好啦 對啦 這樣子是滿明顯的啦 對 就很明顯對不對 對 我找那個 它的身份證 好 像這個 這是身份證 哦 它寫 FD319 是 對 代表這一顆包是 2019年 31週產的 哇 做得真正就是那種螺絲密碼的概念 對對對 然後 舊款跟新款還會有一些差別 像 1980年代的可能就是三個數字而已 是 就可能831就是19831一月產的 所以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如果以新款來說都會是 長編碼加四個數字 長編碼加四個數字 那它可以隨便亂印嗎 我也不知道啊 我怎麼知道它的身份證是真的還假的 所以妳知道嗎 有些人想要很瞎 譬如說我們現在是2020年 結果它的年一定到2023年 2020年 這是什麼未來版的包嗎 呵呵呵呵 妳知道很瞎 是 對 所以可以基本的判斷 那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的數字 其實都只有一個嗎 還是說 只要是那一年的 這一個 這一週產的 就是都會是同一個數字 都會是同一個數字 OK 好 那我們可以來對照一下 就是剛剛說到的 就是像中間這個地方 對 翻開來扣子的地方 完全空白 這邊 真的就是有身份證印在這 然後我這邊完全沒有 我這個包包用很久了 但是它的金屬扣 怎麼還這麼亮 對 怎麼這麼亮啊 LV的 就是圓花PVC的五金 我們稱這些是五金 對 都會是有點普通色的 是 不會是妳這種亮明色 假貨都會做亮明 好 那妳可以教我們判斷一下 因為最近最流行的一個小包 這顆包 真的應該 無人不值 無人不曉 好可愛喔 那基本上妳在專櫃是買不到的 像這樣小包比較多人錢代購嗎 對 就是錢代購 因為買不到 那代購就要很小心 那我們先從剪輯它 副術品來判斷 第一點 這個防塵袋的色澤就是完全不對 真的防塵袋應該的色澤 這個很藍有沒有 對 超級藍 它這個實在太新的感覺了 然後另外呢 我都會了 就是顏色就不對 因為呢 它一般來講 它不會做這種光澤度 然後這個也是沒有的顏色 這就是假的嗎 已經變成Pro級了 真的啊 不是 因為我那一看拿很久 就很看 這好好眼熟的感覺 那我來檢查一下裡面好了 它裡面也有身分證耶 對啊 DUE108 也有身分證 這個扣環也是太亮了 因為剛剛呢 Anna有教我說 這個扣環沒有不可能那麼金屬 那麼亮 所以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很強 它稍微有一點骨銅感 再來是它這邊側邊的縫線 對 真的必須要是雙縫 就是有兩條線的感覺 對 兩條線縫線 但這全部都是單縫 單縫線 對 這都是單縫線 是 但真的有雙縫線 旁邊紅色 這個是它們原色皮封膠 很平滑 真的應該會是 像我們剛剛看的這一顆 它這個有點打亮耶 有一點弧度 然後是打亮感 很像是我們手工這樣子 封蠟封上去的 然後這個更不用說 這超像印刷上去的 算是我剛才把這開放下去 哈哈哈哈 這個就很前面 那種很像印刷 一點深 就是沒有不自然的感覺 是 很僵硬 僵硬層層的感覺 所以從這幾個地方 其實就可以判斷的出來 其實它有很多的包包 大家也都很喜歡 但也是無法去辨識 那我拿 給妳猜猜看好不好 就是拿幾個包讓妳猜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好 那第一個 這個 酷季的 光是看它的袋子就滿真的 我先辨別這個防塵袋 做得很真 對 沒有啦 哈哈哈哈 看得出來 我真的有看過 就是很假的那個包包 它附的防塵袋 我真的覺得它的這個印花 就要粗糙到不行 對 而且好像直接印上去 這個就是有手勾 因為 Cucci的包我也有買 好 妳研究一下 給妳加的 這個重量我是覺得 滿有分量的 它有身分證 我跟你講它有身分證 真的很難分辨 我覺得啦 嗯 它是假的 它是假的 嗯 對啊為什麼 因為妳剛剛說它質料很好 因為 因為我剛剛覺得 它外面的防塵袋 感覺就是 很好 做得很棒 但是我剛才在拉 那個拉鍊的那個感覺 不順 欸 很順啊 它有一點點 不夠滑 所以妳剛剛這個假物還比較滑 對 這超滑的 超滑 好 所以妳覺得它不夠滑 對 然後 我覺得它的身分證 就是 太大一串了 因為它有到20 對 203998 感覺它好像是 未來包的概念 但是褲子不最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它這個 以那個判斷的方式 你知道嗎 好 所以我覺得 它是假的 的真正 哈哈哈哈 它 KUJI跟LV的 身分證長不一樣 對 所以不能這樣判斷 是是是 KUJI的本來就很差 第一排這個 131220 就是KUJI的 嗯 這個包包的編號 是 所以妳只要在 Google上面打 嗯 KUJI 131220 就會是跑出這顆包 所以 如果我買KUJI的牌子 我可以在網路上去 把數字登錄 只要這個數字登錄之後 有出現 出來的圖片 跟妳的包包是一樣的 那基本上 這個號碼沒有穩 它下面這排數字 就是 每一個 這一款一樣的包 下面都會不一樣 對 因為那是它屬於 這個包 自己的身分 那從這邊 辨識之外 還可以從哪一個地方 最快速可以辨識得出來 KUJI第一眼 就是看妳的身分證的 2跟3 是倒勾 自己要倒勾 倒2跟4 倒勾 它這個2 妳有看到它這邊有 它的2的開頭 跟它的尾巴 有往上揚的感覺 不管是以前比較舊款的包 或者是現在比較新的 的數字 都可以這樣子去判斷嗎 對 基本上是一個最基準的基準 下一個 好 拆拆看 是真的還假的 交給妳了 這防塵袋跟 這防塵袋也做了 這個了 我好擔心喔 妳不會全錯吧 我也這麼覺得 我又不好意思講 它又有點起毛球 我為什麼要 在防塵袋上面琢磨有沒有 還嘆氣 它有卡 有卡耶 我看一下它有沒有生分證 好 妳看一下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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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嗎 脆嗎 那阿咩啊 它是 假的 我看一下 它是假的 喔耶 其實我真的是 答對了 我真的其實是很難去判斷它 但是 因為我覺得 老實講 我看這個包很真 那以後決定的狀況之下 我是因為它的防塵袋 質感很粗糙嘛 對 然後它上面這個 Saint Laurent的這個印刷 是 妳不覺得它很不細緻嗎 就是 有點誇掉了 印上去的那一種 對 它沒有很不細緻 對 卡應該有問題吧 等一下問一下 這個不是 Saint Laurent的卡 它應該有一張白色的卡 這張 這張白卡 看起來像機票耶 有點薄 對 怎麼這麼薄 但是它本來就這樣 它就是去你的版本 是 那我要怎麼看上面的數字來判斷 第一點就是 2016代表這顆包是2016的 是 然後它會有它自己的型號 對 它的型號就是 428056 是 然後後面就是這個包的身分證 身分證 對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說 裡面有那個顆數字嗎 對 它會跟這個卡上對起來是一樣的 428 428056 沒錯 對 還有一個小點就是 因為Saint Laurent這個包啊 它們都是做有一點 仿舊復古感 是 那你看它的鏈條 就 很亮啊 這比較有 復古個性的感覺 它確實是做仿舊復古的感覺 OK 對 但是可能其它型號它是做亮的 就不一定 喔 不能 不能全部都用同樣的方式判斷它 對 不行 但是這個確實就是這樣 下一個包是什麼包款呢 就是拿了會非常有氣質的包款 我來判斷一下它是真的還假的 好 每個防塵袋都要仔細看一下 它的防塵袋你看 那個線都沒收好 對不對 看一下看一下 它裡面質感蠻好的耶 嗯 對 聞聞看 我跟你講 它的味道有點不對 真的嗎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然後 然後它的扣環的地方 我來仔細看一下喔 我跟你講我覺得它是假的 假的 我也是因為防塵袋的關係 好 那你準備好要聽答案了嗎 嗯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 防塵袋做成這樣 你們看 這樣合理嗎 它怎麼在防塵袋上面這麼不仔細 對啊 要去跟迪亞投訴一下 嗯 那其實真的很多牌子的防塵袋裡面 都沒有做到非常的漂亮 對它們就是會稍微有一些奉獻 你要說真的超級漂亮的艾瑪絲 艾瑪絲的防塵袋非常漂亮 可是那個又是另外一個檔字了 對它那個味道不是塑膠臭味 它是品味 對它是很香的品味 有些人就喜歡這種味道 所以其實文味道也是一個方式對不對 文味道是一個超級重要的 我好像也沒翻到它的身分證 在這裡 有它的身分證 它這個跟那個LV有一個共通點 2020年第五周產的 對 就是跟剛剛那個LV記得嗎 是一樣的道理 是 但是還是有很多小細節的地方 對 像是 你可能要用放大鏡 看一下它的那個 五金超光的漂不漂亮 細不細緻 找一個距離 有有有有 它那個CD裡面 是不是都很細緻光滑 欸對耶 對 但是假貨通常沒辦法 做到這麼細緻 因為它們根本 壓低成本 就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小細節了 它裡面真的PO得很好 都沒有那種瑕疵的地方 有沒有那種喜喜可可的感覺 對 而且我覺得它整個這個街頭的地方 其實都非常的順 它不會有點卡卡的感覺 接下來有沒有我們更熟悉的牌子 那我就拿他們家最經典的 BOYAN跟COCO 對 你選一個 你覺得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你看一下 這個工具也可以借妳用 妳剛剛應該有學到一些 我 我來看一下要PO的好不好 借妳用 我用自覺效果來看的話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好 那準備好聽答案了 兩個都是假的 你會不會覺得我在耍你 對 因為其實我跟你說 這個我剛剛一看它的外表 我判斷它是 真的 但是因為我打開裡面的內鈴實在太差了 它又讓我覺得它有一個真的點 就是它這邊我剛剛有看到一個 這裡 貼紙對不對 對 這個貼紙 但是它是這樣剝落的嗎 接下來呢 我又被這個誘惑了 因為它裡面呢 這個皮呢我覺得很真 就是摸起來就是這種 有點發霉 就代表它是真皮嘛 對不對 就是有時候我們照顧不好 台灣的天氣本來就很潮濕 很難好好的保養自己的包包 我沒有想到兩個都是假的 好 那我跟你說 首先第一點 你剛剛不是說它有那個貼紙嗎 對 它那個貼紙就是 Chanel的雷錶 是 那雷錶就是Chanel最最最 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 最重要的東西 是 對 那通常呢這個貼紙 是掉 不會掉下來的 所以它這個就有點懶卡 喔 但是它有做到這個地方 就還滿仔細的 剛剛這一開包是沒有的 對 好然後再來它這個上面呢 用放大鏡看這個雷錶的時候 對 它會有真的會有金色的粉 藍色的粉 跟粉紅色的粉 對 但是這個基本上就是一片白的 你根本什麼亮粉都看不到 它的雷錶還會是雙焦叉 有兩個叉叉 喔 嗯 然後還有一個點是 當這個雷錶用 這種雷射燈照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反紅 但這個完全沒有反紅 真的直接拿出來比比看 好 好 直接拿給你比看這樣 對啦 它有一個 一眼就會被我識破的點 是在於它這個 你看 它這邊還有就是Logo 就是它的Logo的那個標 但是它這邊完全 完全不想要再加以仔細的修飾有沒有 那再來就是 Chanel的包包還會有自己的卡 是 這是Chanel的寶卡 對 對 那這個寶卡呢 跟我們剛剛看的那個雷錶貼紙上面的數字 必須要是一樣的 是 第一個 這個燙筋感就差很多 對 它是壓上去 然後這是用燙的感覺 那個細緻度差很多 對 然後旁邊這個圈框框線的光澤也都差非常的多 是 其實前面做得是蠻好的 對 真的它的那個光澤度 光澤度真的是有差別 那最後就是 來 你猜猜看 這個最後這一個 最頂級的牌子 這個牌子 我這一家 我跟你講喔 它只要有一點點 就不是真的 剛剛你有提到說 就是 防塵袋 這應該可以接受啦 看一下看一下 我真的判斷不出來 但是呢 我想要說 它 應該是真的 那 答案是 它是假的 啊 哈哈哈哈 答案是假的 真的喔 對 真的我看不到身份證啊 嗯 柏晶的身份證在 呃 這裡 喔 對 這個每一個數字會是它的年份 對 這個是寫I I 然後框框嘛 對 那像今年五月之後是Y 是 然後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 這中間呢是D 所以每一年的那個 英文數字是不一樣的 是 然後我看到前面還有三個數字耶 二六元 對 因為愛馬仕的包包 每一個包包都是不同的工匠 手工手工的 是 所以每一個工匠會有自己的編碼 但是我查不出來 這個編碼是哪一個工匠 因為那是他們的內部機密資料 兩個都是Bergin 然後這個是30 這個是25 但他們是一樣的 是 好 第一點 你要用放大鏡看 它這個轉扣的地方 內圈有一個弧度 但這個是死角 90度的感覺 有點 有點難 對 弧度 就是它這個內圈 它有一個弧度 這樣凹進去的感覺 我懂你的意思 對 看看 弧度 有一個這樣的弧度 然後這個就直直的 對 死角 真的一定都會有這個轉扣 一定會有弧度 然後一樣我們看一下它這邊 的那個 這個是 這邊 這邊 比較近幾年的會坐在那一側 是 這邊 位置稍微改變而已 哦 嗯 好 我們除了這個第一點 對 還有它的身分證 是 號碼一定都要有 對 然後再來是 就是愛馬仕的縫線 因為它都是手工的 是 它是三股邊 哦 對 所以你用放大鏡看那個縫線的時候 不用照就可以感覺的出來 它是有一種扭轉的感覺 那個線是扭的 不是一條死直的線縫上 對 懂我意思嗎 對這個是死的感覺 對有一種死板死板的感覺 對 我懂我懂我懂 對 這個好難喔 嗯 嗯 那個就是 凸凸的很辣茶的感覺 對 但這個就是非常的 細 對很直對不對 而且它磨得很好 拋光 對然後這個 這個完全沒有拋光 就是已經生鏽的概念 就爛爛的 對 今天呢我就是 來找Ana 然後了解非常多的包管的辨別 我覺得我已經快要變成專家了 對我相信很多網友也跟我一樣囉 是嗎 回去多練 對啊謝謝Ana 很快 有機會再來找你 可以可以 我們完美研究室下次見啦 拜拜